在中国传统上 总是流传着不少禁忌 何谓禁忌 禁忌是指不允许的行为 例如犯法或有伪道德的事 而记忆也带有不吉利 不祥的意思 禁忌有很多种 最常提到的是饮食方面 特别是在受伤及生病时 长辈经常盯准的那些 但禁忌只是禁 是跟大家说 始终较特别的禁忌 这些禁忌千万不要乱世 因为是会找到远方朋友的 准备好吗 Let's go 首先是在晚上吹口哨 这是最广为音质的传统经济 如果晚上这份在街上吹口哨时 不论是否向别人吹口哨 在传统上 口哨尖锐的声音 都会认为是很一眼的远方朋友 吹口哨是不是足球比赛中 求证那种哨子 会有人在街上这样做吗 不是 是直接用口吹出声音那种 现在也很少人会这样做的 而晚上都是一整天的 最音最邪的时分 也是他们最活跃的时间 如果这时候吹口哨 他们会认为是朋友在跟他们打招呼 为表善意 他们都会跟着你一段时间 或是戏弄你一番 撇开禁忌不说 晚间时分在街道上吹口哨 也是一种很没礼貌的行为呢 对 跟着说说是拍肩膀 特别是男孩子朋友之间 都经常打肩膀 一定要有情绪 但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传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三把火 头上一把 左右两肩上各一把 当言这不是指真的火热 而是指你的阳气 拍肩膀会很把肩上的火扑灭 这样一来 令人阳气会减弱 整个人会变得浑浑噩扬 除了精神不能集中外 也较容易遇见远方朋友 另外 这动作也会削弱本身的运气 所以一向有小猪移情力 都很介意别人拍他的肩膀 那被拍肩膀后 用打火机或点燃的火柴 在肩上打圈能否补救 都说不是真的火焰 是人的阳气 所以两者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都是一些赌头 在输前后找的借口 传统上 晚上是不宜洗衣 几辆衣服的 据说当你晾衣服时 衣物会像一个人形一样 会撑开 容易吸引远方朋友 富于其上 一旦你把衣服收回家中 这等同于邀请远方朋友 到你家中做客 特别是在于拦截期间 人们一般会更加小心谨慎 避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我们也很少会在夜晚亮山 毕竟没有太阳 难以晒干衣物 对呀 但现今社会 上班族哪有时间白天跑去洗衣服 都是下班后才去呢 但幸好 现在也有干衣机 房间的洗衣店 也有干衣机折衣服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小妹 你有没有在电梯里招镜 当然有 这是很普遍的呢 很多女士的喜欢 在电梯里整理一用 几大半一番 但坐电梯其实也有禁忌的 镜子又是一种很容易 找到远方朋友的东西 所以坐电梯时尽量不要与镜子对眼 也不要拧视着 否则会看到的是一位远方朋友 而不是自己 还有一个传回 就是电梯槽 是可通往另一世界的通道 当你按着某一组特别次序 按下乘数 击开 关门的按钮时 电梯会产生故障 急停下来 一会儿后会重新运作 但当再次打开门时 便会看到另一个事件 在摄影照片中 相信有好多人见过 网上流传合照中 出现了远方朋友 特别是在审夜十分的荒郊地方 去拍照 但其实在现在的数码科技下 这类照片也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已经可说 你想背景出现什么 就可以有什么 反而传统的飞里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 可信息会大得多 但始终也没多少是能够证实到其真实性 有一种说法 穿着黑色 红色或全黑全红的遗物 会特别容易吸引到远方朋友的注意 出现这种说法 主要是以往向喘向 黑色都是代表着神秘 阴暗 极富能量 红色则是代表血液 受伤 一代表着充满能量 极具有眼人注意力的眼神 事实上 我在街上也很少见到 全身穿着黑衣服和黑裤子的人 这种打扮确实有些奇怪 特别是在没有街灯的情况下 如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话 我会觉得它是远方朋友的呢 是 可能就是这原因 远方朋友会主动跟这些打扮里面打算 所以如果没有必要 最好避免这样的穿着 跟着说说 另一个禁忌 就是远方朋友 只要喜欢在墙身及墙脚徘徊 所以在街上不行时 也不要贴着墙脚及墙身行走 其实紧贴着墙脚及墙身行走 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呢 雄挂灵灯确实被认为 容易引来远方朋友 这与吹口哨的说法非常相似 因为远方朋友 对这类声音非常敏感 会无以为 你在向他们打招呼 不同的是 雄挂灵灯发出的声音是持续的 只要你不断行走 灵灯就会持续发出声音 远方朋友 便会跟随声音一直走 这时你就像一个导游 引导他们到达目的地 例如你的住所 如果在晚间过深夜剪头发 也是不好的 因为引体的体毛 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器的存在 剪头发或剃毛 被认为会直接血弱个人的阳气 使远方朋友更容易找到机会复生 也有一些说法是连指甲也不可以修剪 以及如果你剪头发后 会感到晕眩或精神状态变得怪怪的 那表示已有远方朋友在跟着你 最后的一个说法是 如果在夜览银镜的街道上 你如果听到一把声音 用不寻常的语速或语调来叫你的名字 那时候千万不要回头 因为是远方朋友在跟你搭讪 如果你回头的话 便会对他们产生交感 后果不堪设想 那很厉害呢 仍没认识便知道名字 有时候我反而会忘了同事的名字 真是惭愧呢 怪不得你总是称呼我老头 其实还有很多的传统经济 较为人熟悉的 包括在凌晨时分 对着镜子切苹果皮 或者用手机拨打一个特殊的数字组合 便可以远方朋友接通等等 然而 需要明确的是 这些说法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 比如刚才提到的理发 其实体貌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操制眼力量 而阳气 即远方朋友这些也是 根本没有一套方法能证明他们的存在 尽管科学上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但是在文化和信仰上 保持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担心或相信这种传统经济 可以避免在网上吹口哨 你减少可能的不是或恐惧感 即使不相信这些 也不应该有 试图提出及泛景的心态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用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来解释和对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最后感谢您收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想法 请再留言与我们分享 如果您想要更多资讯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击通知铃铛 以获得最新更新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